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 我是童文勳 昨天就是有人在凱道上面集結 就是要真相這個問題 那我沒有去參加這個集會 因為我人不在城裡面 那張靖律師他發表了一篇聲討 蔡英文的一個席文 我們把張靖律師的這一篇席文 把它讀一遍 我想明天想請這個張律師來節目裡面 由他親自來說明這個東西 因為我跟他通過電話 就他講這一段這個席文 為萬千台灣人民聲討蔡英文書 其實非常簡短 那他也傳給一些法律界的前輩 那對他來說應該是同輩 那有人對他的第一段話就有意見 所以這個根本不是事實 那我覺得就是很多人對於蔡英文家族的問題 並沒有任何深入的研究 那不根據事實就覺得說 用中國所謂的傳統的正統的觀念 仁義理智性 就覺得不要用重話去說別人 也不要隨便說人家是出身艙門 或是出身窯門 這個話很重 那問題是真相是什麼 我覺得是用客觀的事實來看真相 這個是沒有什麼好討論的 真相事實就只有一個 過去是不容改變的 沒有辦法改變 但出身在什麼樣的家庭 也不容自己選擇 所以我們通常不會因為一個人的出身而來論斷他 英雄不論出身低 這個是必要的 就是說我們沒有人可以選擇自己的出身 可是你的出身會決定你的性格 你的性格會決定你的命運 因為甚至這個東西會影響到很多周邊的問題 一般來說人的影響力沒有那麼的大 他就影響的就是自己的家庭 自己的子女 就是自己的一系這樣一脈相承 會被影響 那如果說今天身在高位 你可能會影響的層面就多了 所以我們最近看到這個王力宏的問題 對不對 很多人跟著在講王力宏 那甚至一些政論節目也在談這個問題 可是真正重要的問題有沒有去討論 為什麼新竹縣市要合併 這只是為了執政黨可以永久執政的一個 好像是就是倒行逆施啊 愛怎麼做就怎麼做這樣的一個措施 那因為一般人呢 對這種東西無感 所以執政者就可以軟頭沈滾 那這個事情是從哪裡來的 如果說執政者真的堅守法律 民主自由道德原則憲政原則 有些事情他自己有分寸 他不會整天在那邊鑽狗洞 整天在那邊盤算 然後認為說反正呢民意沒有意見 或者是說少數有意見的人 然後我就用這個現在大數據啊把你冷處理啊 用網軍啊把你的聲量不見了啊 讓你圈在一個小圈子裡面 好像一群人在自嗨 可是大家都是清醒的 這群清醒的人看到這些沉睡的人 我們要怎麼做 其實沒有其他做法 就是不斷地喚醒沉睡的人 所以有時候 這個話可能會說得重 那所以張俊律師的這篇習文啊 他所說的這個蔡英文出身遙門 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們先把這個張俊律師的這篇習文把它讀一下 請導播進來這個文字 他這麼說的 題目是為萬千台灣人民聲討蔡英文書 張俊律師 他說 見取大衛的蔡英文 信實偽詐 出身遙門 靠私人關係 謀教職 憑虛假學位 得升遷 借1450圖分化 造817萬獲連任 加上清淨奸邪 殘害忠良 控制媒體 燃止五願 製造對立 以一己之義為黨義 再以黨義消滅民意 真是人神共憤 天地不容 然後他第二段他說呢 他說 蔡英文還包藏獲心 意圖借修憲永久執政 其專制獨裁嗚呼 陶百川之衛憲 正難容之以亡 敢台灣民主法治之將近 探我國自由人權之巨事 所以其實張律師 他寫這些文字 花了很多的功夫 你看他自爭俱拙的 他會在第一段第一句講說 蔡英文出身遙門 這東西是無憑無懼 我們來看他的第一次段 因為這個很短 所以我們把它讀完 就在耶誕節的這一天 12月25號 他說 今日之台灣全面執政 換來的卻是民選皇帝 行政專斷 立法為諾 司法響應應聲 蔡英文非誕成陸海空網四軍統帥 還一手將台灣公務體系 導入無恥的地步 為世代夫之無恥 世衛國恥 官諸 蘇貞昌 陳菊 許忠利 可見名 陳時中 禮盡勇者留 雖居 桃堂之高 高位 品德修養 卻甚為低下 更是反對民意如水火 君無品無德 上梁不振下梁歪 國之將亡矣 今乃屆 蔡英文論文門之律師身份 不揣淺漏 不自量力 登高一呼 欲請台灣人民一起聲討蔡英文 願台灣人民為台灣國運 共盡一份心力 請看未來台灣 盡視誰家天下 為萬千台灣人民爾 2021年12月25日下午 公開在台北凱達格蘭大道宣讀 所以我們就回來 就是張綠律師傳給法律界的前輩 我知道是一位大法官 看明天如果張律師來節目裡面 他要不要自己來陳述這一段對話 那我知道一般人看到這個出聲窑門 這四個字啊 會非常的覺得非常的驚悚 就是這話好重喔 出聲窑門出聲窑門這件事情 我認為這件事情真相是什麼呢 對也不對 所謂出聲窑門 我們一般講就是說是母親為窑 母親是窑妓所以出聲窑門 可是呢 你如果是自己開妓院呢 這個你說是出聲窑門嗎 我認為比出聲窑門還要嚴重 必須這麼說 因為你是剝削這些出賣肉體 在暗夜裡面哭泣的這些女性 你利用他們來累積來攢自己的資產 哪一個比較惡劣 有一句話說笑貧不笑倉 為什麼要笑倉呢 輪為倉妓不是自己所願 那當然有人現在就是說他自由選擇 他希望用這樣的一個方法來賺取他謀生的這個方式 或是他就是自願去做這種出賣肉體的工作 那他可不可以被視為是一項工作 在人類的歷史的進程 他一直在演變 所以觀念一直在演變 可是無論如何 他用自己的肉體去換取金錢 那是他的選擇 你要不要笑他 你說笑貧不笑倉 那有人認為說 我貧賤不能移 我再窮 我都不會出賣自己的肉體 身體 受之法 那個身體法夫受之父母 那私履意的問題 有人可能很淫亂 跟不同的人同時維持 很複雜的性關係 那這跟倉有什麼差別 這其實可以 另辟時間 我們再好好談這個問題 可是我認為這都涉及個人的問題 那你如果把它變成是一個產業 藉由這件事情牟利 我相信這個沒有任何的爭論 在道德上面的譴責上面 是沒有任何爭論的 他比倉還要嚴重 經營倉而獲利 他絕對是比倉還要嚴重 對不對 所以不需要笑貧不笑倉 既不需要笑貧也不需要笑倉 但是我們對於去践踏女性 利用這個東西來牟利的人呢 我們當然要譴責 那麼蔡英文出生在什麼樣的家庭呢 為什麼她的個性很陰鬱很陰暗 我想從她年紀很輕的時候 理解這個真相之後 我們看到有一些報道 是她父親是他們的家屬所講的 遠房的表哥吧 所講的就是說 那後來她爸爸結束了勒馬飯店的營業 這個時候她講了一句話 她說因為她的小女兒不喜歡她做黃的 可是事實上 那時候她是自願去結束勒馬飯店的營業嗎 不是 那是因為美軍駐紮在台灣的這些人呢 因為寒戰結束 因為中美斷交 因為越戰也結束了 所以撤退了 離開台灣 美軍顧問團離開台灣之後 她沒有生意可以做 所以勒馬飯店關起來 而不是她不想要再做皮肉生意了 這個才是真相 至於說 蔡英文的母親 究竟有沒有從事倉業 這個我們不知道 但是有一些蛛絲馬跡 我們可以得到一些推斷 這個沒有什麼這個 就是說這個是私人的領域 不可以提為公平的 我認為這還是可以討論的 我們下一段進來 我們到沒有見到 最多人的頭 最多人的感覺 美國允許 自己是最大的 我們到達 我們到達 連枚 有 我們到達 大家好,我们现在在浴室 浴室其实大概就是有淋浴间 有浴缸、马桶 然后有洗脸台 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 各种的毛巾、浴巾的使用 就是你如果在浴室里面阴干的话 它就会发臭 所以我其实长久以来 在还没有干妈妈之前 我长久以来我就是 不喜欢使用毛巾来洗脸 我大概都是用泼水的方式 我是洗澡的时候把脸洗干净 然后平常就是用泼水的方式 再用干白巾把脸拍干 那这种有了干妈妈之后 我就敢用毛巾来洗脸 那我介绍过了 干妈妈她的原理就是 把电能转换成热能 然后她非常的节能 然后她因为有变压器 有变压器 所以呢是直流电 非常的安全 使用上面节能安全是最重要的 她的使用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把它打开之后 包装打开之后呢 就是一个魔鬼沾 然后挂在这个杆子上面 现在我手摸这个杆子都是温暖的 它利用一直发出微微的温度 大概又是五六十度 足以杀菌的温度呢 来达成 整个浴室也可以有烘干的效果 那当然因为浴室 如果你长期就是关着窗户 没有对外 那非常的潮湿 那为什么它一点点的热能 在这边发散 它就可以达成干燥浴室的效果呢 就是因为只要有一两度的温度的差异 那水蒸汽水分 它会往比较冷的地方跑 利用这种物理的自然的原理 就可以达到 那如果说是一般 如果是小朋友啊 洗完澡啊擦干 那微微的湿润的时候呢 把它固上去 那第二天你在使用的时候 它就是干燥的 然后闻起来也是香的 那我通常使用的时候 有时候我会做好几层的利用 就是浴巾也一样 有时候擦完头发 它有点微微的湿 那并没有弄脏它 所以我不会马上把它拿去洗 我就把它铺起来 好我就会这样把它晒干 好晾干 那闻的时候 你一闻就知道 它完全没有任何的汗臭啊 味道啊 只有你所使用的肥皂 或是你使用的这种洗脸乳的香气 好今天就是跟大家介绍 这个干妈妈怎么运用在浴室啊 我们觉得最近大家在讨论王力宏的问题 我对于细节我没有去追 结果只知道说他有一些婚姻的问题 他有一些比较复杂的私领域的私生活的问题 然后就逃回来台湾了 对不对 那他说他暂时退出演艺圈 那我在开玩笑说我们可不可以暂时退出地球 其实王力宏的问题 你对照一下 我们现在蔡政府的服务院 还有立法院啊 党啊 桃花朵朵开 这种桃花朵朵开呢 有一些是因为权力的关系 所以可以吃这些女记者的豆腐 那当然是这些人也傻了嘛 跟王力宏他是自己有本事 他有天生天赋的外貌 财富 演艺圈 有各种条件 哪一个比较严重 当然是服务院党的桃花朵朵开比较严重嘛 可是有多少人关注这些事情呢 也许这些人因为他的名气不是很大 总统府发言人或是立法委员 然后如何呢 吵几天他只要怎么样 遇到问题就是不要抬头 遇到镜头不要抬头 沉没几天 就会有其他的新闻吃掉这个新闻了 所以王力宏的问题 我觉得也是一个可以印证 媒体被操控之后 那么所有的人娱乐至此 我们的焦点注意力会被转向 而且好像最淫乱的其实是演艺圈 那蔡政府的这些服务院党呢 总统府的问题 行政院的问题 立法院的问题 真的是有时候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 还有很多汇报弹呢 那为什么会何以置之 那为什么会何以置之 上行下效嘛 那所以我们回来看 就是蔡英文的家庭 就张经律师讲蔡英文出身窑门这件事情 到底是不是真的 那么我觉得我明天我会送一本 我写的这个总统青春故事馆 给张经律师 那我也跟大家导读一下 就是这个书里面 就蔡家 我觉得我已经很保留了 很多事情我没有用很重的话去讨论它 就单纯他们家的财富的来源 土地海盘王的问题 我甚至都有图表的 那我们今天就只针对其中一个小小的问题 是不是出身窑门这件事情 我其实做了很多的查证 那为什么蔡英文的母亲张经鳳 我们可以公开来讨论她的问题呢 因为我手上还有资料 查证到的就是行政法院的行政诉讼的资料 发现说张经鳳是领口饭店的餐厅的 餐饮部的这一块的负责人 所以她并不是无辜的说她是一个家庭主妇 她今天在228之后没有多久 就跟着蔡英文的父亲蔡杰森 还有其他的两位 变成行程姐妹了 三个人同时跟蔡杰森组成家庭 而蔡杰森之前还有一个配偶 所以她总共号称有四房 那这个四房究竟怎么来的 我常常觉得不解 这一段我是非常不解的 就是说你一个男人 你在台北你经营一个汽车修理厂 你是在什么情况之下你可以同时跟四个女人在一起 共同组成家庭 或是各自组成家庭是住在一起还是分开住 这不管都非常非常异常啊 你去看看那个时候的历史有有多少人是像蔡杰森这个样子的 可靠的 可理的怀疑就是 他其实当时跟这些深色场所有接触 甚至有经营或是有投资 你才会有机会同时认识这么多的女性 然后呢 收到自己的旗下收归己有 然后各自给她一些工作 派一些工作 那张金凤呢 就负责了林口饭店的其中的一部分 所以这个我们有行政的 法院的一些判决 可以看到的 包括跟行政院有一些行政诉讼 我们看到这些资料才敢说这些话 所以张金凤他不是一个无辜的家庭主妇 像张金凤自己在所谓的自传里面 所写的什么 他妈妈就是整天在煮饭啊 不是 然后还有缴税的问题 被举报的问题 缴税的问题 所以才会后来有行政诉讼 这个是跟税相关的这个问题 那所以从这个行政诉讼的资料 我们知道张金凤 他是资影部的负责人 而林口饭店是在哪里呢 不是在林口 不是在现在林口 他在哪里呢 他就在现在的中山北路跟明如东路口 也就是海霸王的对面对街 那先有了林口饭店 他其实是一个不太规模 不是很大的一个建筑物 其实就是一个公寓的建筑物 他是集合住宅 可是呢 蔡杰森把他拿来违法使用 经营了所谓的林口饭店 那因为当时美军俱乐部在这一边呢 美军团团在这里 他们在夜生活都有一些完整的记录 相片啦记载啦 在美国的一些网站里面 我们还可以找到这些资料 这些资料呢 Title是一个什么样的网站 其实有兴趣的人也可以去找 他叫做台北的Night Life 台北的夜生活 这样的一个网站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资料 然后一对照就确实 像这个美军俱乐部 这是在美园时期 在美军顾问团的时期 我们请导播进来看这张相片 就是跳大腿舞的这个相片 那其实这些女性啊 都真的身材也很非常脚好 脸部也非常正 那这个美军顾问团呢 在现在的民族东路 中山北路就是海绊王的正对面呢 就是美军的士兵 美军的俱乐部 那美军的俱乐部呢 的正门呢 是朝那时候 因为民族东路还没有开通 就中山北路是已经开通 民族东路后来还开通的 那么他的面呢 是朝中山北路的巷子 好 那林口饭店呢 就在美军俱乐部的旁边 正旁边哦 然后蔡晨森有一种恶趣味 他在林口饭店的正前方呢 做了一个图腾的标志 什么标志呢 是一个风车 我们请导播进来这张相片 这张相片还有这种个子很高的美军 有没有还有垮着包包的这个女性 穿的也都很时髦 然后还有这种美军的这种车子停泊在门口 林口饭店 大家看到 还有英文呢 林口饭店 做成一个风车 为什么要做成一个风车 这种风车 大家猜猜看 蔡晨森为什么要把自己的饭店的图腾 前面弄一个这样的一个标志 就是模仿法国的红模仿吧 他直接告诉你 这个饭店在做什么 提供你娱乐就是这样子 那晚上就是每当有军官来的时候 那么住在林口饭店之后 就会有坐黑的人 就是安排女性进去 或是他们直接带酒家女进去 这个历史无从掩盖 历史只有一个 真相也只有一个 我们能够查得这么详尽 甚至有些东西 蔡文自己手上 未必有这个资料 我们能够查这么详尽 不是说要去接蔡家的 好像丑闻啊秘辛啊 但是我必须要说 如果有法界的前辈谴责张靖律师 说他的这篇讨伐蔡英文的习文 说他出身窑门 不是事实 那么我们必须说真相是什么 这个可能比出身窑门还要严重 至于他母亲是不是曾经 在风月场所 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心里有数 包括张靖凤的第一个儿子 跟着他姓张 这件事情 究竟张伯年 当然是蔡英文的哥哥 可是是他跟他同一个父亲 还是不同父亲呢 我觉得有两种可能 大家可以用你自己的生活经验来设想 第一个 这个是他在前面 也是一样不知道父亲是谁 所以跟着母亲姓张 所以并不是蔡杰森的儿子 第二个可能是他根本就是蔡杰森的儿子 只是因为他跟张靖凤没有结婚 所以他的这个第一个儿子呢 就还是跟着张靖凤姓张 可能有祭祀的问题啊 所以跟着张靖凤姓张 所以其实张靖凤从头到尾都跟着蔡杰森这个男人 并没有跟着其他的人 这也是一个可能性 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呢 不是那么重要 这真的是蔡杰森的私事啊 为什么张柏年没有被认回来 而直接姓张了 那我比较倾向 就是张柏年其实是蔡杰森的儿子 为什么呢 因为蔡杰森刚拿下勒马饭店这个土地的时候呢 他是把大部分的权力登记在张柏年的名下 他那时候已经有其他的小孩了 他还是登记在张柏年的名下 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只有一个解释 就是说其实这个还是他的亲生的儿子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啦 但这一点不重要 那所以是不是出生姚门 我觉得从客观的事实来看 我认为这比出生姚门还要严重 因为他吃过喝过这些出卖皮肉的 不得已在那个时代 那个时代很多包括原住民的女孩 国小毕业国中毕业 还没领到毕业证书 就直接从校门口被领走了 可能家里面只换了一台电视机 或是洗衣机或是冰箱 没有多少钱 他的一生就吵吵的被断送了 那么有人靠着皮肉经济 吃香喝辣到最后 拥有多少的政治跟经济的实力 甚至把女儿推上总统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台湾人必须要知道这段历史 我们不能因为说避讳 或是我们不要去讲个人的隐私 揭穿别人的隐私 这种所谓的中国的将干文化 这种观念所限制 事实只有一个 历史不容改变 历史是不会改变的 过去的真相只有一种 所以我支持张力律师的这篇习文 那明天我想请张律师亲自上来 我们来再做一个精彩的对话 我想精彩可期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明天见